当特斯拉Model S遇上法拉利SF90 一个是纯电动车的性能天花板 一个是混动超跑的极致巅峰 同样都是千匹马力 如果在赛场上跑0至400米直线加速的话 谁会更胜一筹呢 法拉利SF90可以说是法拉利品牌 有史以来最快的量产车型 它搭载一台3.9升双涡轮增压V8发动机 该系列发动机已连续4年 荣获国际年度引擎大奖 创下了无可匹敌的获奖纪录 很多人对于当下超跑纷纷取消V12发动机颇有微词 但在这台SF90身上 V8发动机与三台电动机的配合 却带来了超越V12发动机的性能表现 该发动机最大输出功率780马力 最大扭矩800牛米 并服以三台电动机组成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 使得整车的最大功率达到了时时级的1000马力 峰值扭矩则达到了900牛米 0百加速时间仅需2.5秒 急速更是超过了340公里每小时 无论数据还是在赛道上的圈速表现 都比自家旗舰车型拉法还要快 虽说日前特斯拉的争议不断 不过话说回来 特斯拉Model S这款车确实具备了很多人所需要的特点 可以说是各方面都很出色 各方面都展现出了非常高的水准 特斯拉Model S Plaid 搭载的是三台驱动电机 采用四轮驱动形式 在EPA工况下 续航里程达到了637公里 最大输出功率1020马力 0百加速时间仅需2.1秒 急速可达322公里每小时 这速度是不是超出了你们的想象 因此它也被号称是全球现阶段最快的量产车型 说到这里肯定有人会跳出来说 特斯拉Model S加速这么快 刹车刹得住吗 不过总的来看 特斯拉Model S的动力参数 可以说是比法拉利SF90略胜一筹 这也不难看出 如今随着纯电新能源汽车的问世 燃油车的加速优势就一去不复返了